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主线PE 远赴承销明朝1.1版承销3世界任务攻略分辟合集 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明朝1.1更新后的这个左下任务 这边是第一章的第七幕 咱们直接打开交用面板然后点击追踪 然后这边呢,咱们就去到这个传送点 然后这个中枢竞标 我们去到这个范馆 然后来做一下这个任务 咱们这个星图呢,是需要做这个任务来 就是开启一些这个传送点啊 包括一些隐藏的一些区域 然后这边呢,就先带大家先把这个任务给做一下 咱们先看任务片 然后这边呢,咱们就跟着这个任务对话 来,然后这边剧情我就直接跳一下 大家有需要的话,你就赞成看剧情 这边调博折 好,这边对话完之后呢 让我们前往这个美食街 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你按一下V,它就有这个追踪 点击追踪,然后一路跑过来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然后继续对话 这边对话完之后呢,咱们就接到了这个任务 然后这边让我们前往这个边庭 我们打开地幅,好,来到这个边庭 这边点一下,这边有一个黄蓝类书 我们可以直接传过来,不用传到旁边的传统点 直接传过来就可以了 好,扛过来之后呢,我们地门 来,继续一路往前走哦 好,这边让我们再跟这个散华对一下画 先去渡口吧 好,这样画了之后呢 好,来,我们从这个地方的狐人生 那位引路人,应该知道不少信息 好,关在任务指引走就行了 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打开地图 然后跟着这个任务指引的光标 我们传送过去,就可以了 好,点V,然后追踪 你前往这个渡口 好,直接来这边 这边的话,我们就传过来 然后一路跑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从这边呢,可以到这个冲销山 就我们在做任务的过程中呢 先把这个前置任务给做了 然后呢,我们再这个 把顺手把这个路上的一些锚点 我们给它看一下 给这些锚点信标,然后打开 这边呢,就没啥好说的 直接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好过去就可以了 来 这边过来的剧情 此处就是承销山了 好,这边在我们过来的剧情之后呢 然后我们就往前走 先真正记录师 一路往前飞行 走吧 风雨欲蓝 有些人 这边我们就先跟着任务的提示往前走 好,这边呢 是让我们来操作这个塑留仪 它就是可以让这个弹桥 就是恢复原样 咱们点击这个F来操作一下 然后这边呢 咱们就把它往这个左边拖 好,左边拖过来之后呢 这个条恢复成原样了 然后咱们退出 一起往前 第一往前走 然后这个钟呢 就是啊 我会在宝箱片的时候 带大家一起拿 这个钟呢 是咱们这个 类似于一个生侠的一个东西 这个叫定风夺 然后到时候再带大家一起收集 最不然呢 咱们任务就先做任务 跟着任务指引往前走 祭庭人 难道不担心石流则省寿命吗 在祭庭这群痴人眼中 自己的性命 远不及真理来的重要 可是 能在有限的生命中 将自我燃到极致 世界又有几人 小夕 是禅心慧 好 这边我们在你街上清夜怪 让你回来 好 第二天安怪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我们一路进去 来开这个地图 好 这边过完剧情之后呢 一左一右呢 是有两个这个锁的 咱们掏出一个远程的一个角色 然后咱们就是背着这左右两边 然后都设计一下 然后跟我们呼得近 这边同时设计完之后呢 这个门就会打开 然后我们继续一路往前走 谨慎一些 来这边一路继续往前 好 这边过完剧情之后呢 我们回头 这边呢 就有一个这个 穿送的这个锚点 一个小天性标 我们把它寄过一下 替活完之后呢 再继续往前走 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一路往前 这就是顺手的锚点 大家可以 就会看一路失控 这一路上 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没能姓名 那长云仪 岂不是随时可能 眼下我还能自由行动 也许是由于碎主 才被完全禁锢之前 勉励抑制住了 事态的发展 到面前呢 已经可以看到了 在我右手标 最标有一个中枢性标 无法觉得 好我们先来 把这个中枢性标 给了开一下 信召越意外 来这边激活一下 必顾虑我 这边地图就可以点亮 好 激活完之后呢 我们再跟着这个任务指引 光标这里 走过来 好 过完对话之后呢 让我们跟着这个共鸣的痕迹 就是地上这些金色的这个光点 我们就跟着这个光点 一路往前就可以了 痕迹在这里中断了 来 走到这边 出发对话 这些 长离 这里有应急 好 接着对话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然后 我们走到这个任务的这里 这边呢 这是让我们寻找这个痕迹 来 继续跟着这个金色光点走 一路走过来 这些怪呢 可以不用管啊 命急到水池边不降了 走到中间 这边有个台子 我是石桌上表花瓶 有意义啊 来 点击旋转 瀑布后面 有东西 继续跟着这个任务走 过去看看 这里也有绝缘光幕 来 走到这边之后呢 我们一左一右呢 有这个锁 头领还有一个 一共三个锁 然后我们把这个三个锁 全部给它打掉 来 把这个锁给它打掉 打完之后呢 这边这个门对我打开 然后我们点进入 你们两个 哪里来的 好 再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跟着这个 呃 心仪移走 跟着这个心仪移走 来 一路跟着场 他走了 他走的好慢啊 那你会一路跟着他剧情 好 到这边那 然后我们过一下剧情 好 过完剧情之后呢 继续跟着这个任务光调啊 然后走 这边让我们去这个寇天关 寇天关呢 也是一个区域 我们走过去 然后就被它走出来 心仪以前 就与静息相识嘛 好 这去跟着这个任务光调 走走出时 并因共鸣能力 被碎祖选状 这里的话 大家注意到我们的这个 在我们的右天方 右天方最边是有一个 小星星标的啊 大家先走过来 把这个小星星标 给了开启一下 人天庭的各个示唤 都或多或少 照护 教导过他 只能要便被 大家走上来之后呢 来开一下这个锚点 同时 也用收敛天喜 这个星标激活了 我们再继续跟着任务 躲到想 好 激活完之后呢 再继续跟着这个光调 今夕 也不过才十起走过来